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金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七月末和八月术 就是工作比较忙 然后拍完照还得修照片 所以说没有什么拍视频 然后今天就准备 带着老婆和小妹去我姑姑家住几天 这样也可以马上看 我现在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休息休息哈 从我家到老姑家高速公路 两小时 然后开一座半吧 然后老婆有点累了想蹭蹭腰什么的 给大家看看日本的高速服务区 车很多 然后大车跟小车是分开停的 最外车哈 都是些长途的大车 然后这边停的是小车啥 很大 带大家看看日本的高速服务区哈 这里可以加油 然后这还有这个星巴克 然后剩下的呢可能就是一些吃饭的地方了 日本高速服务区啊 有大的有小的 一般那种标志上画着一个刀叉的 就是可以吃饭就挺大的 这是一家意大利料理啊 然后这写的可以带狗一起进去哈 你像日本的高速服务区里面吃饭啊 跟外面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啊 还有很多自动贩卖机啊 还有很多自动贩卖机啊 这里呢 那边停了很多的公交车 长途客车 这还有很多卖典型的地方 那边是西安区啊 夏天的云很漂亮 哎 大家好 嗯 这里是休息吃饭的地方有食堂 然后这还有很多这个 这有各种的种类的咖啡 然后这边是抹茶 非常多 人很多 人很多 然后先垫吧垫吧 然后一会儿再吃饭 然后前面那个大哥素不相识 结账的时候 有一个100日元的优惠券 他就给我 都在吃饭 各种各样的吃的 这后面是那个高速服务区狗的乐园 就是带狗在这里散步玩玩什么的 但是今天没有 这就是日本高速的服务区 差不多开车30分钟左右 会有一个 下周8月中旬 就是那个日本的法定即假日了 就是欧凤 就是算是我们中国的清明节吧 就日本人都有回老家的习惯 所以说今天车都挺多的 可能大家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是即假日了 所以说刚才在那边看到有很多那种厨头厨草草的东西 然后上面写的就是回家的时候记得厨厨什么的 就感觉挺有意思的 然后现在休息休息 然后就准备继续开车 还有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老家了 然后到基路那边 然后再简单的吃个午饭 到咕咕家这个城市了 然后吃点饭 一个食堂 这个是全国联署 今天的午餐 这个是日式的小白菜拌豆腐 然后茄子洋葱炒猪肉 日式的一个小鸡蛋饼 大姜汤 然后再来碗米饭 看看老婆的 老婆也是大姜汤放的猪肉 这个火炼水呢 菠菜 那他点了一个鱼 然后这个是秋葵拌芝麻酱 然后这是小妹的 这就开饭了 扫巴 那个摩托椅的小肚子哈 挺很多了 长了两公斤 小学五年级 就逃过太长了哈 但是 阿坦阿坦阿坦啊 再来 当时之间那个Gboard 上山路上了 不一定 上山路上了 不一定 阿坦阿坦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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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哎 九十三歲的爺爺哈 看電視呢 演示还很好 上次见的是半年前 想问一下 你怎么做 哪里是什么 我看你了 这? 我看你看你做的 那我看你了 你会跟我们一起做的呢? 现在是下午接近三点了 然后摩托也有点累了 让他出去二楼睡觉了 劳谷把肺什么的都铺好了 准备让他睡一个多小时吧 来了之后小弟和狗都很开心 一下子就热闹了很多 然后在这准备住两三天 多拍一些视频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或者美好的白天 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